我們需要知道訂單日期 訂單日期當然你可以利用日期函數裡面 抓到今天日期 所以今天日期的話就today 你直接用today 抓到今天日期 所以我知道今天日期 再來的話這邊有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來源 是來自於這邊的清單 這個郵件裡面的性質 所以我可以利用什麼 公式裡面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包含上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立按個確定 建立一個什麼 叫做性質的一個名稱的清單 那我要怎麼樣在這邊變成一個下拉清單 因為現在點下去沒有 點它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驗證 特別注意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如何做下拉清單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你給一個清單 這邊原來就是清單 把這個來源改一下 Delete out F3 會有個性質 請你把它按確定 它就會來自於郵件這裡面 有個性質的名稱 確定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下拉清單 產生的 所以用下拉清單 決定 到底它是普通件還是幾件等等 接下來就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到貨日期 一般的 如果你們公司 沒有那個六日休假的問題 當然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這一天 加上普通件 是幾天 查一下 查的話是查它 抓是抓它過來 五天 把它加 跟這個相加 也就加五天之後 就到貨日期 欸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查表嘛 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需要怎麼樣 在這邊 建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 對照表 或者你不建對照表的話 你可能要選取 我建議是把這個 先建一個什麼 在公式裡面 你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郵件 已經有郵件了 就不用建了 就是這個已經建好了 叫郵件 所以我可以用查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抓是抓第二欄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就是 欸 查入函數 用哪一個呢 檢視與參照最下面這個 用V6函數 去抓什麼 查的話呢 欸 特別最 查的話是查它 查什麼 查郵件 F3 郵件裡面 按確定 查第幾欄呢 查第二欄 比對方式呢 完全一模一樣好了 那查回來的話 按確定 如果是普通件 會是幾天呢 會是 欸 不過你會發現喔 回來的 會是一個日期 因為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是一個日期格式啦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 改回來 改成通用的 看就是五天 可是我到貨日期 不是五天 我要的是 這個日期 加上五天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前面 再什麼 點它一下 點這個日期 加上 五天 欸 那你想說 老師日期再加數字 好像不太對 不過講過啦 日期本來就是一個數字 只是跟1900年的1月1號相比差幾天 那加了這一天不就是那個日期的五天之後嗎 所以你打勾 OK 它就會是一個什麼 五天之後了 當然如果它回來是一個數字 你就把它再改成日期 就OK了 但是呢 這個方式 僅限於就是說 如果你的禮拜六 禮拜天 國定假日 都沒有放假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可是如果說禮拜六禮拜天放假的話 這個方法就不適用 那怎麼辦呢 請你用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你想說 避開六日 避開六日怎麼做 超過函數 日期與時間 有沒有印象 回來的話 我需要是一個日期喔 不是一個天數 我們前面有一個 兩個函數嘛 一個叫 networkday 一個叫做 networkday加s 因為它是一個天數 回來是天數 另外有個叫什麼 workday 而且不加s workday 為什麼 因為就是那一天啊 哪一個日期 我好像有特別有講說 就是如果不加s的話 這個一定不加s 因為是那一天 不會是雙數 不會是負數 那利用這個的話 就可以回來是一個日期 按確定 那star day哪一天 就這一天 幾天 days 幾天喔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要怎麼樣 利用那個v乳藍數 再去查一下 普通鍵 所以如果